上一部说到老虎跟猛马象还有一只树懒成为了好朋友 而这一部猛马象不仅发现自己的同类没有灭绝 还找到了一个女朋友的故事 大家好,欢迎收看老吴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冰川时代二,熔冰之灾 寒冷的冬天很快就结束了,冰雪开始融化 面对一天天变暖的天气,动物们都十分欢乐 而曼尼迪哥还有希德已经成了最好的朋友 一次意外的发现,他们在水坝的上方 看见那些迅速融化的冰层,曼尼有种不好的预感 因为这里水位正慢慢上升 冰块是阻止红水泛滥的唯一办法 但现在随着气候的变暖,融化的冰层 红水随时都可以冲破大坝 到时候动物们就危险了 所以他们三个决定告诉大家,让大家做好逃离准备 但其他动物听曼尼这么一说 还以为他是在说笑,根本没有当一回事 不过在一只兔鹰的警告下 动物们也意识到了这里的危险 他们纷纷举家迁徙逃到更高的地方去 动物们前脚刚走 后面就有一块冰块慢慢融化掉 而冰块里面正冰着一些长相怪异的鱼 看他们的样子应该都不是吃素的 在迁徙的途中 曼尼听到了一些难过的话 动物们都在说猛马像已经灭绝了 而现在只剩下曼尼一只了 不过曼尼却不相信他族群已经灭绝 接着动物们继续迁徙 曼尼独自来到一个水塘边 看着水中的自己心中有些失望 而当曼尼一转头 却被一头活生生的猛马像吓到了 我就说嘛 肯定不会只有我一个的 这是一只磁猛马像 名叫埃利 它是从树上掉下来的 只是想爬上树找自己的弟弟 这么说 他们还有一个族群 但结果并不是这样 埃利所谓的弟弟 其实就是两只副鼠 而且埃利并不知道自己是猛马像 他一直认为自己就是副鼠 曼尼觉得他应该是脑子坏掉了 兰西德却劝曼尼 你都快灭绝了 就不要再挑了 让他们跟我们走吧 曼尼一开始有些不乐意 不过埃利却非常愿意跟着他们 因为跟他们一路的话 他们就可以保护自己 这样就不怕有危险了 就这样 他们组队前行 一路上 埃利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副鼠 看见老鹰了 他就会像副鼠一样 躺在地上装死 生怕被老鹰叼走了 而曼尼也一直提醒他 你是一头猛马像 无论是脚印还是身影 都跟他非常像 但埃利就是听不进 接着 他们走到了一片薄冰下 两只解冻的怪鱼 正蠢蠢欲动 当大家进入他们的地盘后 怪鱼撞破冰层 向动物们发起了攻击 西德还掉入冰水中 差点就成了怪鱼的盘中餐 而迪哥不会游泳 他只能吓得站在浮冰上 不敢动弹 这时 曼尼也被一条怪鱼缠住 好在他一个甩头 把怪鱼给甩掉了 大家这才意识到 这冰层下是非常危险的 走着走着 到了晚上 埃利在看到一棵大树后 突然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的一幕 小时候的埃利 为躲避风雪 来到了大树下 在这里 他遇到了附属一家 从此 他被附属妈妈收养了 现在埃利总算知道 其实自己是一头猛马像 也明白了 为什么附属男孩 对自己不感兴趣 在这安静的夜里 两头猛马像 说着情话 一番甜言蜜语后 搞得埃利心欢怒放 经过一晚上的休息后 他们醒来了 不过 晚上睡觉的地方 已经涨满了水 看来冰雪融化的速度 在加快了 所以大家得赶紧离开这里 而接下来的路 也十分危险 那些秃鹰 不断地在他们身边盘旋 希望能每餐一顿 他们只能加快脚步 在翻过一个山头时 他们终于看到了目的地 那是一座陡峭的小山峰 山顶上 还有一根大枯木 很多动物 马不停蹄地往上面走 正当大家以为 胜利就在眼前时 地上突然喷起了热气 温度足以将一只 逗逗鸟变成烤鸡 眼前的路 变成了一片雷区 但只有这一条路 可以到达山顶 埃利不想送死 她坚决要绕过这里 而曼妮却觉得 已经太晚了 所以要冒险走过这里 两个猛马像就这样 在这里大吵了一下 埃利带着两个附属绕路 曼妮则带着迪哥 和希德闯了过去 中途虽然很危险 但他们还是抵达了对面 不过在这边 曼妮并没有看见埃利 她有些担心埃利 所以不断地向动物们 打听着埃利的下落 不过这时 远处的大坝 突然崩塌了 洪水一发不可收拾 动物们吓得连忙 往山顶奔去 而埃利则在来的途中 被巨石困在了山洞里 两只副鼠为了救它 从石缝里逃出 去寻找曼妮的帮忙 曼妮在听到副鼠的求救后 马上转头回去 营救埃利 不过 红尸已经来到了眼前 曼妮和副鼠躲避不及 直接掉进水里 好在曼妮找来一根木头 试图把巨石撬开 但石头非常大 单听曼妮一个人 肯定撬不开 而两只副鼠 也被困在了一根树枝上 希德为了救它们 纵身一跃跳了下来 不料却碰到了一块浮冰 希德直接晕了过去 这一下可好 不知道是谁救谁了 副鼠把希德紧紧的抓住 不让洪水冲走 而在一旁的迪哥看着很着急 但他又非常害怕水 想下去营救 也没有办法 不过后来 迪哥还是克服了障碍 一头扎进水里 还学会了游泳 并成功救起了希德 和两只副鼠 另一边 两条怪鱼也出现在这里 曼妮的营救难上加难 不过曼妮并没有慌乱 她利用怪鱼的冲撞 直接把局势撬开了 艾利终于得救 他们好不容易爬到石头上 但危险还在 洪水还是越来越高 在远处的山顶上 动物们也成座枯木 顺着洪水飘下来 就在这时 一只松鼠爬到了冰山上 引发了一条大裂痕 整座冰山也随之裂开 洪水也随之裂缝流走了 终于 所有的动物都得救了 一切都回到了原有的样子 正当大家觉得庆幸时 一群谋骂象 正在往这边走来 动物们看到这种景象都呆住了 曼妮和艾利也十分激动 原来自己的族群真的没有灭绝 艾利还想跟着大队走 但她最后还是选择留了下来 跟曼妮幸福的过日子 他们就这样又成了一个组合 往美好的方向走去 故事也到此结束了 虽然第二部的故事中 没有太多的剧情起伏 但在这部中 我们看到动物与动物之间的感情 简单起纯真 就算遇到了危险了 又怎么样 让我们一起 兼并兼面对 一起迎难而上 还是那句话 因为我们是一个集体 好了 喜欢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给老巫点个关注再走 我们下期再见